末世基督座谈纪要 人如何跨入新时代 今天交通一个话题 人进入了新的时代 国度时代 在国度时代里 应该怎样生活 应该怎样在国度时代里 经历神的做工 达到真正跨入新时代 人如何跨入新时代 这个话题主要讲哪方面呢 神在国度时代 发表了这么多话语 做了审判刑罚的工作 在国度时代 到底人该怎么信神 才能达到神的要求 作为神选民 都应该心里有数 多数人以前都信主 都享受了许多神的恩典 现在开始经历 神审判刑罚的工作 怎样从以前老旧的 信神观点 转变到现在 和神要求的 新的信神观点 不管你以前 信神的观点 是对或是错 一律不追究 应该面对现实 得知道 现在应该怎么信 应该怎么追求 现在如果你还按照 以前恩典时代 那个信法来追求 还按照以前 那个观点来信神 那你就没有 进入新的时代 先用一句 有代表性的话 来说明这个问题 哪一句话呢 恩典时代常说这么一句话 一人信神 全家蒙福 就是说 一个人信了耶稣 全家老少都跟着沾光 都有平安喜乐 因为耶稣做的 就是救赎工作 所以他对人 是无限量的宽容 忍耐 饶恕赦免 不管你生命 进入怎么样 也不管你素质怎么样 以前犯了多少罪 只要向主认罪 就全部赦免 就赐给你平安喜乐 只要你有一个性子 就够了 特别简单 那现在是不是 一人信神 全家蒙福了 不是 为什么现在 不做这工作了呢 因为时候到了 神来了 开始做审判工作了 要彻底拯救人类 脱离撒旦的权势 所以现在就要求人 对神能有忠心 能有真心 对神有敬拜 有顺服 有敬畏的心 得具备这些 信神的人 如果能够领受真理 能够接受真理 能够明白真理 能够得着真理 那这些人 就彻底蒙拯救了 而那些不接受真理 只贪图享受神恩典的人 就被淘汰了 如果现在你还要求 神做恩典时代的工作 还想一人信主 全家蒙福 那就太愚昧了 神现在不做恩典时代的工作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听明白了吧 所谓跨入新时代 就是进入今天的国度时代 从你个人信神的观点 你的存心 从你的信心 从你的生活方式 经历方式 这各个方面都得有改变 如果只改变一方面 以前你信耶稣 今天信全能神 你信得神的名变了 其实你的信法 你所走的道路 你所追求的东西 还是没有变 就是说 从你的追求上 从你的认识上 从你的观点上 各方面都得有些变化 在这个基础上 来追求真理 这样的信 才纯才真 为什么现在 有的人总消极 认为信神没意思 没有以前的劲儿大呢 因为他信神的观点 还没有转变 还是以前信耶稣的 那个观点 只注重得点恩典 或者是多花费 多跑路 注重恩赐 注重外表做工 讲道 注重热心 却没跟上 神现实的做工 不好好吃 吃喝神的话 没有圣灵开启 所以就总消极 这样的人 外表看 好像是在信神 其实他心里 没有接受真理 所以消极情形 总也解决不了 一点生命 一点生命进入都没有 他信神的观点 还是老旧的 没有转变 是不是这样 圣灵工作转了 人信神 得随着圣灵做工转变 如果你的追求 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经历方式 你信神的态度 信神的存心观点 还没有转变 那证明 你这个人 没有跟上 圣灵做工的步伐 人要跟上 圣灵新的做工 要有新的变化 要有新的认识 务必得从人的 一举一动 从人的心思意念 从人的每一个存心 每一个观点 从这些细节上 寻求真理 有进入 有变化 才有长进 如果只是口头上说说 只是行为上 有点变化 这还不算转变 最重要的 你得从思想观点上 从生活方式上 先有转变 你以前那些老旧的观念 想象的东西 都脱去了 老旧的信神的观点 都能分辨认识了 这就证明 你这个人转过来了 你们都醒察醒察 自己还有哪些东西 没有转变 还是老旧的说法 老旧的看法 还有哪些 是以前根深蒂固的东西 现在还没有挖掘出来 你不挖掘 好像没有了 其实仔细挖掘 还有很多 为什么现在有的人 总跟不上神做工的步伐呢 就是因为 人里面有很多东西 在拦阻着 人对新的东西 没有认识 领受不了 为什么人对神总有观念呢 对神说话做工 他有观念 对神的审判刑罚 也有观念 对神拯救什么人 淘汰什么人 他也领受不了 对神不显神迹奇事 也通不过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一方面 这是由人狂妄自视的本性决定的 人对什么事 都有自己的观念想象 这是根源 另一方面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 就是人心里 还有许多错误的信神观念 没有转过来 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 还没有转变 以前信耶稣 或者是信耶和华的那些说法 在心里面还扎着根呢 所以 当接触神的新工作时 真倒是接受了 但对神的新的说法 新的做法 就领受不了 你为什么对这些新的东西 领受不了呢 就是你还持守着 以往那些旧东西放不下 导致你抵挡这些新东西 如果你里面没有以前的东西 你就能够接受神现在所做的 如果以前那些东西放不下 你就容易对神产生观念 产生悖逆 给自己带来亏损 如果能跟神作对 就容易被神淘汰 还要受到神的惩罚 你们都挖掘挖掘 醒茶醒茶 看看自己里面 还有哪些以前的老旧做法 老旧认识法 老旧观点 是根深蒂固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些人没见过基督 也没听过基督说话 只看过基督发表的话语 就说这话好 这话有权柄 是审判的话语 但跟基督实际接触后 就产生观念了 神说话怎么这么严厉呢 神说话为什么教训人呢 说话口气怎么那么大呢 还那么厉害 总是揭示人 审判人 谁能接受得了啊 我们信耶稣可不这样 人人说话都温柔 都彼此和谐 谁也不像他那样说话 我可接受不了这样的神 我可容纳不下他这样的神 他要是像主耶稣那样 说话温柔又恳切 对人又和蔼又慈祥 那我就能接受得了 对于这样的神 我接受不了 连接触都没法接触 你承认这是真道 这是道成肉身所说的话 甚至心服口服 为什么当接触到基督的时候 你对他说话的口气用词说法 就有观念了 放不下了 这就证明什么 那些老旧的东西 在你心里已经先入为主了 已经形成观念规条了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出于人的 都是人的定规 人的想象 并不符合真理 如果人拿这些东西来套今天的神 不但套不上 而且还容易抵挡神 神在不同的时代 所做的工作都不一样 所以他所发表的性情也不一样 所流露出来的神的所有琐事也不一样 你不能套规条 一旦套规条 就容易产生观念 就能抵挡神 如果不反省自己 死不悔改 那就被神定罪 受神惩罚 神每个时代做工都是这样 都是有一些接受顺服的人 蒙神的祝福 抵挡定罪的人 遭到神的毁灭 神默示做工说的话太多 发表的真理太多 人有观念不怕 就怕人不读神的话 不接受神所发表的真理 这才是最可怕的 你的观念 你的观念 你的观点 如果不合乎神所发表的真理 那你的观念 你的观点 就是违背真理的 就是与神敌对的 不成立 人有败坏性情 人有背逆 抵挡 人有思维 人的思维 是受什么支配的 受人的存心 人看似的观点 看似的角度 这些支配 所以 你那个思维 不是从圣灵来的 不是在真理的基础上 产生出来的 为什么我说 你那个观念 那个观点 是人的东西 是属肉体的东西呢 因为你那个思维 不受真理支配 不是在真理的基础上 琢磨出来的 有的人 是在圣经的基础上 琢磨出来的 那更是错误 咱们不是说 圣经错 乃是说 你把神以前做过的工作 与神心的做工来对比 这样做不合适 不能这样对比 就如 在恩典时代 人拿耶和华的做工 与主耶稣的做工 来对比 能合适吗 那在国度时代 你拿主耶稣的做工 来与今天神的做工 对比 能合适吗 肯定不合适 没法比 因为神的做工 一步比一步拔高 神不做重复的工作 为什么神 每做一步新的工作 开辟一个新时代 总有一群人 或者一大部分人 想起来反对神的做工 与神唱对台戏 为什么每个时代 都能发生这样的事 就是因为 人不管是接受 还是不接受 神心的做工 以前人对圣经的说法 对神的名 神的形象 还有信神的观点 信神的方式 在心里都已经成形了 而且还把这些东西当宝贝 就以为自己得着了 就狂妄地没边 自以为了不起 自以为特别高 看见神今天做的工作 跟以前大不一样 就加以论断 总是拿恩典时代 那些东西 对照今天的神 对照神今天的做工 对照今天的真理 那能对得上吗 什么是你别套规条 你得有这样一个意识 我现在接受神心的工作了 有些东西我领受不了 我慢慢经历 慢慢认识 一点一点追求 像蚂蚁啃骨头似的 一点一点啃 慢慢我就明白了 神的做工 奥秘无穷 深不可测 人永远测不透 经历一年两年 有一点认识 经历三年四年 又有一点认识 一点一点长进 一点一点变化 那些老旧的东西 一点一点改观 一点一点脱去 旧的东西脱去了 对新的东西 对新的东西才有认识 现在你里面 那些旧东西 还是根深蒂固 一点也没挖掘出来 你就敢随便释放观念 发表自己的看法 随己意说话 这属于没理智 为什么我说人 狂妄至极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人里面那点破烂东西 不值钱 还敢随便发表释放 这是不是特别没有理智 所以说 有些人虽然接受这部工作了 也看了神的话 但其实他里面 那些老旧的东西 并没有放下 为什么有的地方 带领工人做工作 合他观念的 他能做到能执行 不合他观念的 他不愿意做的 他就不执行呢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局面 就是因为 人里面那些老旧的东西 放不下 你里面那些老旧的东西 越成型 你抵挡得越厉害 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现在宗教界里 有一些大带领 地位越高 带领的人越多 他就越狂妄 越不容易接受 神末世的做工 就是人总持守以前的东西 人都不以神的话 为真理 为生命 不能尊神为高 尊神为大 乃是以自己的宗教观念 思想观点 为真理 为真道 这不就大错特错了吗 这样 你上哪儿能寻求到真理呢 你认为自己那些东西 就是真理了 那你还能从神那儿得着真理吗 你还能寻求渴慕真理吗 有的人说 我读了很多神的话 我听见神声音了 我接受真道了 我会读神的话 我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不用别人管 保证我生命能长大 你这话就言过其实了 你靠自己读神话 圣灵不开启你 你能有认识吗 若不是神说话揭露你 把你里面败坏的东西 给挤扑出来 你没法辩 你自己认识不了 你不容易认识 人看小说理解得很好 还能记住许多情节 看完马上就能给人讲演一番 但生命的事跟任何事都不一样 生命的事都是特别深的事 得信好几年 才能明白一点 神的一句话就够人经历一辈子都经历不完 不管神说的哪一句话 你这一辈子都经历不完 你素质再好 你也得靠经历实行神的话 才能明白真理 就像做诚实人 你得经历多少年 才能解决说谎的问题 并不是说经历一两年就经历完了 就没有谎话 没有欺骗了 就达到做诚实人了 人达不到 至少得经历几十年 才有果效 因为人里面都挺复杂 败坏性情根深蒂固 人的观念拦阻人 对真理的进入 拦阻人对神的认识 人的存心 拦阻人性情变化 拦阻人实行真理 人行事说话的观点 站的角度 也拦阻人对真理的认识 你如果说话做事 能够站在真理一边 站在神在国度时代 要求人达到的真理这一边 那你就容易顺服神的做工了 就能够进入信神的正轨了 你如果没站在真理这一边 那你就离神太远了 或者你站在神的对立面了 别看你听了这么多道 信神这么长时间 你的身量还差得远呢 追求真理是得生命的事 是得永远的生命 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 无论到什么时候都适用 永远不作废 谁也驳不到 谁也否认不了 这就是真理的价值 真理的意义 真理是最高的 最深的 也是最有价值的 是宝贝 人经历一辈子 所明白所得的 也是有限的 有人说 我信全能神 我就自己再加信 也照样唱诗 祷告神 工作做到哪步 我都跟随着 我这样信到最后 神也不会撇弃我 这话说得怎么样 你在家信神 怎么追求真理呀 进不上本分 怎么经历神的做工呢 不尽本分 有些败坏性情 没法流露出来 你怎么反省自己 怎么经历神话语的 审判刑罚 神的话怎么揭示你 怎么对付你 这些事 人在家里 没法经历呀 如果不实际经历 能真实认识自己吗 能有真实变化吗 不可能有变化 经历神的做工 必须得有教会生活 必须得尽上本分 才好经历 如果你在家 信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 大红龙垮台了 大灾难也结束了 你能弹出真实的经历 那些做美好见证的神子民 都有真实的变化 都对神有真实的顺服 有真实的忠心 你能做出这样的见证吗 恐怕那个时候 你就彻底蒙羞了 为什么神说 被照得多 选上得少呢 就是败坏人类当中 喜爱真理的人 是很少一部分 多数人都不喜爱真理 更接受不了真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些人信神了 家里不出事还好 不埋怨 一旦出了事 家人得病住院了 或者孩子没考上大学 或者临到什么灾难了 他就该拍桌子埋怨神了 哼 我信神得着什么了 神也不祝福我呀 你应该祝福我 祝福我的全人 还包括我的全家 我的儿女 我的丈夫 妻子 再加上我爸我妈 都算上 如果我家里不出这些事 我不就能好好追求了吗 他没得着真理 还倒有理由了呢 他的理由 能代替真理呀 他还认为 自己的理由特别充分 能站得住脚 发怨言也是对的 没事恋患难的时候 人对神没有埋怨 都喊着神好 神高大 一旦临到事恋患难 人埋怨神的心 随时就出来了 都不用琢磨 不用想 自然就冒出来了 还有的人 别说家里人出点什么事了 就是牲口出点事 他都埋怨神 这是不是太没理智了 人如果什么时候能达到 家里无论出什么事 遭什么灾 都不埋怨神 而且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不管临到什么事 都不耽误他尽本分 为神花费 不影响他对神的顺服 也不能拦阻 他对神的赞美 这就证明 这个人信神的心 特别纯了 一人信神 全家蒙福的观点 是错误的 如果你信神 总持守这个观点 你到什么时候 也得不着真理 你看现在那些 不信的家人 亲人 整天忙着过日子 当灾难临到时 他们能逃脱得了吗 都逃脱不了 你信神 要是不追求真理 也跟家里亲人一样 逃脱不了灾难的惩罚 就一起灭亡了 你要是追求真理 把他们的实质看透了 就能弃绝撒旦了 心里想 他们不信神 就是魔鬼 被灾难毁灭了 活该 以前他们拦阻我信神 还说抵挡神 亵渎神的话 这回死在灾难中了 这是报应 真应验神的话了 以前你没这个信心 也不敢驻足魔鬼 现在看见魔鬼的真相了 你心里恨这些 抵挡神的魔鬼了 他们死了 埋葬了 就完事了 能这样对待他们 就说明你的心 真归像神了 现在如果你心里 还有那些观念想象的东西 总认为 一人信神 全家蒙福 连家里养的牲畜都蒙福 房子蒙福 地里的庄稼也蒙福 就这些东西 拦阻人追求真理 也拦阻人 跟随神尽本分 人心里如果单纯地向着神 只为着神 那人的心就特别纯 特别简单了 到那个时候 人受苦就特别少了 现在你为什么受苦特别多呢? 因为你整天为家庭 为儿女奔波忙碌 为他们的事费了不少心 如果单纯为教会的事 我敢说你会轻松很多 是不是这样? 正因为现在你忙家里的事太多 忙教会的事太少 因着家务事繁重 你承担不了 之后就开始埋怨神了 其实你为神献了多少啊? 丝毫不值得一提 你还是为自己家的事 为自己肉体那些事 奔波忙碌的多 那你怎么能埋怨神呢? 以后不能再埋怨神了 谁信神 谁能得着真理 谁能有机会认识神 这是最重要的事 这比你任何的事都重要 这是直接关系到 能否蒙拯救的问题 但首先得把你以前那些 不对的存心、观点、认识 还有你里面所追求的那些东西 根据神的话解铺认识 等看清楚之后 就实行精简放弃 你看得越清楚越透彻 放下的东西就越多 直到把这些老旧的 错误的东西都放弃了 你就轻松多了 再把所明白的真理实行出来 能见证出去 你就一点点有变化了 现在开始往这方面实行操练 慢慢地就不受那些东西 挟制搅扰了 这就进入信神正规了 目标 看得出本事 就是另一个阻挥的东西 这一段时间 我就把你听到 你帮我来 遇到大种小儿 那么在想里面